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北京就文化娱乐产业精英人才培养 原创内容幅画等方面达成战略合作 优酷土豆宣布将对荣誉教育千万元级别的战略投资 该项投资将为中国艺术类院校应届毕业生就业的最后一公里 提供实战型培训 帮助和支持 据了解 这也是优酷土豆集团在向文化娱乐生态系统战略转型中 打造文化娱乐生态系统的重大举措 因为我们是不生产实体产品的 所有的内容都是虚拟的 所以我们最大的一项资产就是人才 人才除了移植之外还需要播种培养 所以对荣誉的投资是对我们人才的一个布局 优酷土豆人力资源副总裁李杰坦言 目前中国很多艺术类院校应届毕业生不具备实战能力 相当一部分从业人员起点较低 没有经过系统性培训 出彩率不高 比赵向林国家 韩国文化娱乐事业取得几大成功的经验 感觉在中国文化娱乐业相关人才培养及发展上 具有相当大的提升空间 优酷土豆作为中国影视娱乐中的一员 应该有所作为 这次与拥有深厚行业资源 丰富培训经验的荣誉教育进行战略合作 也是想培养造就更多的中国文化娱乐业 各门类成型成熟专业精英型的人才 同时也为支撑优酷土豆打造文化娱乐生态系统 夯实关键基础 其实我觉得不光是艺术毕业生 那我觉得所有的大学生他们毕业 不缺的是梦想 但缺少的是这个方法和资源 我们希望透过我们的平台 让更多的学生能够借助我们的平台 少走弯路 在这样一个大平台的基础上 能够帮助这些孩子们实现他们的梦想 现在学校可能它的教育 去培养出来人才可能不接地气吧 可能很多专业设置 相对来说就是说没法给市场接轨 这种机构能够把一些业内的大咖资源 整合起来 能够去开发这种专业课程 然后直接去面对这个 让他们去面对这个大学毕业生 应届毕业生 那这样的话它就很快就能一个专业的提升 它这个提升它是马上跟这个市场是接轨的 这样的话 我相信这个它的意义非常大 据教育部高校毕业生就业协会秘书长王志昌介绍 2015年高校毕业生近750万人 艺术类院校的一些专业是很难就业的 所以这次战略合作实际上是弥补了我们国家教育方面存在的一些不足 恭喜李霞的荣誉教育学校正式开课了 大家恭喜李霞荣誉教育开学了 热烈组合李霞的荣誉教育学校正式开学 你不要看在招生的时候大家报名非常踊跃 但在就业的时候的确是比较困难 尤其是有一些用人单位他不想用那个应届毕业生 我们的教学上有一定的和实际有一定的脱节 尤其艺术类的教育 学院派的和有一些实际出来的实践里面出来的有一些艺人 他们中间有一些割合 所以我想对于他们这个学校的成立 这个培训机构的成立 可能对于我们的教学也会起到一个 战略合作发布会上 首期荣誉合一训练营开班 将围绕优酷土豆影像 音乐 视频游戏 新员工培训方面启动造人计划 上百位优酷土豆合作伙伴及新入职员工 将接受荣誉教育编导 全能艺人 电影营销 制片人等专业的实战培训 荣誉教育面向艺术类院校 应接毕业生全日制培训课程的招生工作 也同步展开 预计6月底开班 2015贵阳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 即全球大数据时代贵阳峰会26日在贵阳开幕 数博会将围绕互联网家时代的数据安全与发展的主题 分析全球大数据发展现状和趋势 探讨保障大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发展大数据经济等问题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怀进鹏说 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最显著的特点 新一轮的信息技术与产业 经济和社会的深度融合 使人类社会正逐渐走向数据经济的时代 大数据日渐成为社会发展的战略性资源和资本要素 二是中国的信息技术作为这个围绕互联网能够产业的发展 其实不仅是围绕互联网的因因此很多 激动围绕互发展迅速的大数 更是围绕互联网的新国之一 在台湾的十大围绕互联网当中 中国有四家列与新国 这也是在中国可能抗造国际信息来 许多国际信息的优势并正在加速发展和派思与相关领域 进行融合的新的时代 因此无论是从技术的准备 台湾的基础和政策的发展和环境 都为大数据零次算的发展踏到歇息 也做好重要的支持和支持 据贵州省省长陈敏儿介绍 2014年是贵州大数据发展的元年 围绕数据从哪里来 数据放在哪里 数据谁来使用三个问题 贵州提出打造基础设施层 系统平台层 云应用平台层 增值服务层 配套端产品层五个产业链层级的思路 我们不同方法 数据中心的介绍 终结非用三大变成命义上 最不安心的贵州 贵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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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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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 贵阳数博会吸引了包括阿里巴巴、微软、谷歌、英特尔、惠普、思科、甲骨文、戴尔、富士康、华为等千余家国内外知名企业参会参展。 随着6月的临近,各大电商的年终大促活动开始热闹登场,互联网企业纷纷宣布新的促销战略,侧重点也各有不同。 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天猫25日在杭州宣布,天猫2015年年终大促正式开幕,此次大促持续一个月左右时间,计划为消费者提供25个进口国家,30万件以上的进口商品。 今年天猫的年终大促特别推出了X计划,涵盖X阿里生态圈、X娱乐、X高校、X品牌、X会员、X行业等几大方面。 我们这里有一个新的计划叫天猫X计划,这个X是个成法,那它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很简单,就是互联网加的一个升级版本,或者是一个野化版本,我们觉得成法更加能够有化学反应,更加能够有化学反应。 映红介绍说,所谓X阿里生态圈就是指淘宝、聚划算、支付宝、微博、UC等资源整合联动。 X娱乐则开创台网联动新模式,将热门电视节目等融入到购物当中,用户可以边看边买。 在X高效计划中,阿里旗下的金融平台花呗推出分期精选商品24期免息活动,而天猫X品牌则会在大促中突出超级品牌日概念,希望联合阿里的资源和品牌方深度联合营销。 我们在座的24个超级品牌日所提供的论服办会,为消费者提供超过大约1亿的现金红包,大约2亿的接货让利,这仅仅是我们超级品牌日为消费者提供的震撼的服务,震撼的价格。 据了解,此次年终大促期间,天猫将联手包括西门子、美帝、格力、海尔、宝洁、GAP、伊利等24家品牌陆续开展超级品牌日,为消费者带来独家首发的新品,以及单品牌每天500万元的现金红包。 另一方面,京东方面也早前发布了大促战略。京东618大促将从6月1日开始一直持续到6月20日,除了涵盖服装香包、日用百货、食品饮料、3C数码等全品类商品,还将为消费者带来全球职贡、智能生活、网络金融、移动社交、全民娱乐和便利到家等六大主题活动。 京东金融旗下支付、保险、供应链、金融三线业务也都参与促销,并将拿出4个亿的促销力度让利用户。明星产品白条将会推出商城全场分期免息。 对此,业内人士分析,除了双十一大促之外,618的年终大促成为近年来各大电商平台借机促销引流、提升影响力的良机。 消费者选择哪个平台进行海淘,除了影响力、产品质量和价格定位等因素,如何避免电商大促物流爆仓的不利影响,应使消费者关注的问题。 现在让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还有更多精彩内容。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视野,接下来依然是我们的全球财经资讯。 近日,沈阳富创精密设备有限公司,又一批特种IC装备零部件装箱起于美国。 据介绍,早在2012年,沈阳富创就通过了全球最大的集成电路设备商,美国应用材料公司AMAT公司SSQA系统的评审,成为该公司IC装备的正式供应商。 其太阳能和液晶显示器两个新兴的高新技术行业设备零件加工能力,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IC装备是指生产半导体器件、集成电路芯片和平板显示器的专用生产设备。 中国的IC产业落后于发达国家很多,主要是IC装备零部件落后。 由于IC装部零部件具有小批量、精度高、多品种、洁净度极高的特点,多年来国内企业多依赖进口、成本高、交货期长不说,还经常受到国外的技术封锁。 2008年,沈阳副创创业之初,就雄心勃勃地瞄准世界一流产品,制定与世界顶级的企业合作的目标。 但使用高端进口设备,聘请最熟练技工生产的产品却被一次一次地退货,经过反复的检验、测量,精度完全符合要求。 最终AMAT公司回复,虽然样品精度合格,但从整个生产秩序到包装、城市、方式无法保证批量产品的精度,这是沈阳副创与世界一流接轨的第一笔学费。 如今,沈阳副创为保证制造的精度,建有东北地区最大的恒温,恒温车间。 那我们现在整个生产的厂房,这是20度加渐两度,20度加渐两度,那什么概念?超一度,有可能我在我们检测的时候尺寸是合格的,但是拿到这个真正的装备上去装配的时候就是不合格的。 为什么差距这么大?一度的这个热胀冷缩的误差都可以使零件报废,就是因为这个设备要求太精密了。 几年来,沈阳副创实现了快速发展,为国内135家企业执行的产品和服务。 同时,沈阳副创先后成为世界文明的美国应用材料,日本东京电子的全球战略合作伙伴,80%的产品用于出口,随着沈阳副创IC精密零部件制造能力的快速提升,沈阳已经成为国内三大IC装备产业基地之一。 我们的目标就是用国产的受控设备,能制造出来这个世界上最精密的零部件。 也只有用国产设备能制造出世界最精密的零部件。 那未来我们的零部件才有参与国际竞争的这样一种实力。 我们未来要在精密制造和超精密制造这里面,通过国家专项的引领,通过集中电路产业的发展的带动,未来我们会给沈阳留下一张非常亮丽的名片。 这张名片就是沈阳市世界精密制造的中心。 23日,上海首家民营银行华瑞银行正式营业,这是继深圳前海微重银行、微州民商银行和天津京城银行之后,第四家正式营业的民营银行。 我们想强调这三个服务的重点,其中尤其是小微大众。 据我所知,现在为企业客户,为小微大众服务,收费还是蛮多的。 经过清理,我们想在这方面,把我们上海华人银行的对小微服务的收费减到最低最少。 我们在市营业期间已经做了几笔业务了,都是围绕中小小微企业的,尤其我们重点突出的是科创型的小微企业。 我们的战略和新是做可持续发展的银行。 创新方面,我们要基于自贸区的业务,基于新技术,新模式,要利用现代的互联网技术来提高经营效率和客户服务能力。 自贸区内的服务重点,我想主要是集中在利用自贸区内的一些先行先市的政策。 这个重点是集中在资本向下的加快的开放,人民币的国际化,境内外融资的进一步的便利化。 或者在具体点说,就是境内资金和境外资产的对接,或者境外的资产和境内资金的对接。 我们想在这方面,加大我们的探索,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服务。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环球视野的全部内容。 更多的新闻资讯请登陆 www.chinage.com 我是剑影,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